228 東方日報 調查 如半考生圖複核成績 2015年7月14日 港文A19 本報信 文憑是放榜在職 一項調查發現有如半應屆考生 以計劃放榜後對成績進行策略性複核 但僅約四分一學生認為成績複核有用 調查機構認為有如此多考生計劃複核成績 顯示考生對現行平卷制度失去信心 但提醒考生再考慮是否申請成績複核時 最好先與老師評估複核成效 避免浪費金錢 楊志光 左一 向考生選擇複核評分準則教主觀的科目 機構提供 主要懷疑評分準確性今屆文憑是於明日放榜 考生於放榜後若不滿成績 可就成績申請複核 甲類及月類科目的成績複核申請 及就考試異常事件的上訴複核申請 於下週一 截止 預計8月12日可公布複核結果 調查機構將李潮指數今年3月 訪問了如2100名文憑是考生 約兩成七考生 認為成績複核有用及極有用 五成三考生 以計劃放榜後申請複核成績 原因 此事懷疑評分準確性 評級未如預期以及希望評級提升 增加入大學機會 不打算複核成績的考生 原因此事相信複核成功機會低 複核費用高昂和評級與目標成績相差不遠 意義不大 前考評局科目主任及評核發展部經理楊智光子 成績複核比賭博更難預計成功率 建議考生可選擇複核一些評分準則較主觀的科目 如通識及作文端 複核成功率會較高